謝謝各位下午好 感謝團員才麥克爾對我進行的十分熱誠的歡迎 今天我們所在的VOA是美國十分重要的政府基礎 我很高興今天可以再次重申VOA 另外我也很感謝萊莉 我們曾經都是三哥哥 同時我也感謝我們自由亞洲的做的人 我看到你了 謝謝你 同時我也要感謝現在正在收看這個節目的美國記者 很多人現在正在世界的各地來進行報導 聽得很有勇氣 謝謝你們 我們的美國文體總署現在已經有超過40多種 每年在世界各地進行播出 謝謝你們為今天的演講做了如此充分的準備 我很高興能有今天的機會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 我一直挺密關注VOA的相同工作 甚至由剛才報告所介紹的那樣 我是軍軍出身 在1980年代的時候 當時我正在前線 當時西德不能夠超越戰區的邊界 將自由真實的聲音傳播到當地人們的耳中 在1942年 你們正式開播 正是在共和國戰略中 我們開始了這樣的廣播行動 新聞有可能是壞消息 有可能是好消息 但是我們只公佈並且報告真實的消息 我太喜歡這樣一句話了 在美國之音 你們需要遵守的命令姿勢 必須要真實 準確 並且全面 同時代表美國的價值和聲音 美國媒體總署 您的實力是通知人們相關的消息 外資人們民主的價值 還是全國民主自由的聲音 全國民主自由 這是美國之音的淨台之意 在世界上 美國始終是自由民主聲音最強烈的代言 今天更是如此 在今天 我也要介紹這樣的主題 美國的優秀 美國的卓越 我一旦有機會 就會向我的觀眾以及聽眾 講述這樣的價值 而現在 我必須要確定我們的觀眾對於這一點有所了解 不管是麥克爾 還是鮑勃 還是在座的鮑位 你們人生的使命與性格 都是推廣民主與自由的價值 每一個人生來就有不可侵犯的權利 但是 在一階三階政府 這種權利被侵犯 我們始終終且達成了一個更加完美的聯邦 但是 要完成我們的崇高使命 我們既需要自豪 同時也需要謙卑感 我們美國建國有其特有的價值 不管是在經濟法尼亞州 蓋蒂茲報 還是在其他時候 當我們的國父所進行演講中 他們都很速重申強調我們美國建國的價值 特別是關於人的自由與自主 在過去 美國出現了這樣的社會事件 比如說普洛伊德之寺 而世界其他的專制政府 有的利用了這樣的機會 將這作為美國民主失敗的例證 但是 即使是在這些艱難的時刻 我們必須意識到 美國仍然在激勵爭取什麼的民主和自由 這是十分清楚的意義 我們必須要向世界宣告 美國是歷史上 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 是人類文明以來最偉大的一個國家 我知道有的時候 最後我們看到的情況並不如人所愿 但是我必須強調的是 這並不是美國的邪惡 也不是美國的缺陷 不管是在北京 還是在德菲蘭的政權 有的時候 我們的錯誤 我們的缺陷 會被他們利用 但是 你們在座的 你們在座的每一個人 你們的使命 是將這樣的美國價值和世界 都能成功 這就是為什麼 VOA 不是 MSNBC 也不是福克斯 你們可以把你們的聲音 帶到世界上黑暗的角落 你們是美國努力 美國進取的聲音 你們是美國優秀 美國主業的聲音 你們是自由之間 自由之貌的最典 你們可以自主專職的心臟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 我們看到 因為這樣 或者是那樣的影響 我們的整個世界 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 我們的安全在新婚手裡有所輸送 因此 特別是在美國之音內部 也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有的時候 我們所承諾的內容 已經不正是宣傳美國的價值 而是對於美國的價值進行諷刺 以及污衊 而這完全不符合美國之音的價值 而這就是為什麼我今天必須要到這裡來進行這一次演講的原因 尤其是就在這一次演講之前 還曾經有過這樣一段小的插曲 有一些員工提出了抗議 不希望我來到這裡 他們認為這是在為美國政府做宣傳 這當然是十分荒謬的 能到美國外交官的聲音 不可以在VOA這個平台上重新傳播嗎 這當然是完全不正確的 而同時 這也與你們的法定義務不相符 不管是政治正確 還是對於自由心境的壓制 這都是導向專制的重要一步 比如說有一些保守派的聲音 在美國大學校聯合一些企業被壓制 這不是我們所代表的價值 這也不是VOA所應該代表的價值 而你們可以重拾行的地方 而你們可以重拾行的地方 有一些美國公眾並不知道這樣的事情 但是當邁克爾 重拾利用一直大棋的時候 美國今天大概有百分之二次的原站沒有能夠完成適當的安全檢查 而同时甚至是有很多共产党的签证持有者 已经很在BOA工作 这认为这说明 BOA的安全审查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有很多华裔美国人 他们是非常出众的人士 当然我这样的话并不是针对华裔美国人而言的 而在国际的四年中 川普在中国希望能够修正的 就是这样的一些国家安全威胁 以便我们继续可以完成我们国家的使命 现在我们必须要把美国之音这样一个机构 使其重回习宪章中所规定的价值和义务 继续使其成为重复美国自由民主的声音 而不让这样的机构继续卷入兴致 并且进行党派性的宣传 今天在这里 各位美国国务卿 我必须要告诉你 我祝福在座的各位一切都好 原因是 你们在座的任务是帮助美国将希望之光 带到世界最黑暗的角落中 而现在只有美国有这样的力量 将中国朝鲜这样的政府 他们对于人类的普遍价值和权益 竟然没有相应的尊重 而那一些政治的政权 与我们所代表的各项价值正好相反 美国政府之足以存在是为了服务人民 而那一节政策是为了旅渡和国序人民 BOA所作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每周有超过两亿 7800万的人 为天忽悠悠的各种景物 包括伊朗人 包括中国人 包括在政治政权中生活的人 包括俄罗斯人 他们不必去听俄罗斯政府的官方宣传 包括那些伊斯兰国人 他们没有能够获得自由信息的权利 在马杜罗政权突然回到美国为希望 在马杜罗政权突然回到美国 世界各地这些渴望自由的人 他们承转转向美国 来看到他们所希望的生活 和他们所向往的价值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在香港出现民主抗议的时候 尽管他们受到了警察的骚扰 因此兴许 美国军事记者仍然在场 进行了报道 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你们做得太优秀了 这就是美国军事 他们代表了美国的优秀与主义 同时我这里 可必要致敬自由亚洲平时代 世界上唯一的用维吾尔族语 来进行广播的电台 你们在座的各位 可能已经听说了 中国共产党成全在新疆 所进行的抗无人道德最近 这是我们世纪之痴 世纪之污点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共产党政权至少已经扣押了 六位记者 他们报道新疆的相当报信 你们所做的工作需要勇气 在那些最危险 最困难的地方进行真实的报道 有这样的一句话 我认为很好的可以代表我进行课书 乔治华盛顿通通说 真理最后一种 会成为世界所共同接受的价值 只要我们以真理之具 来照亮世界的美女格角落 上帝保佑美国 上帝保佑VUA 现在蓬佩奥结束了他的演讲 下面一个团局是他与VUA的主任来历 来进行对谈 我们继续为您进行直播 外地问道 你好 国务卿先生 我有这样一些问题要问你 其中的有一些是我们各个分部的主任 所向我提出的 但是我想首先问你的问题是这个 现在我们看到的我们的这个媒体 并不是一个商业媒体 我们的媒体代表着美国生活的广度与深度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你去了世界各地进行各种公务活动 你遇到了世界各地的人 你认为我们作为一个美国政府媒体 最需要告诉世界各地人的生命问题 是什么 同学要说非常有趣 同样的那些位经常 我问一问我们在外的外交人士 他们回到美国是你最喜欢去哪些地方 你需要做哪些事情呢 对于我来讲他们经常会说 我们要回到华盛顿地区 我们要回到三番市的 但是我与他们完全不同 我是来自团萨斯的人 那里才是我的故乡 所以我发现来自不同地方的外交官 对于美国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 同样在南投来纳州 在阿巴拉西亚山脉一带 在尼苏大利人 在整个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我们所接触到的经历都是完全不同的 当我们在今天政府的中心 华盛顿DC或者是在纽约 我们的金融中心是我们的每个人的美国经历都是不同的 这并不是地理的不同 也是各个方面多角度的不同 如果你问来自不同地方的人 他们会给你不同的答案 到底美国的价值是什么 每一个人的美国经历也是不同的 有一些人可能去小孩子的家长会来进行帮助 有的人可能是在晚上来到教堂教会的小组来进行帮助 而不管你是在哪一些地方 哪一些机构来进行活动 这是这些不同的机构构成了美国价值的核心 而现在来历继续问 刚才你提到了美国国父的建国价值 与美国外交政策执行的关系 现在来历继续问道 当你在与来自外国的外交部门的临校会面的时候 哪一些美国的价值就是你刚才在严想中所提到的 将是你的优先事项呢 蓬佩奥说这些人请觉于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 哪个国家 而同时说实话也跟所在国家的一些传统有关 在过去大家可能看到来自伯尔科维茨所提供的50页的报告 这是从20世纪开始的我们所说的人权价值报告 而在国际的一段时间 很不幸的是 有关于我们国父建国一些重要的价值 似乎有在世界各地有所回撤有所后退 而当我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时 我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如何来认同 以及如何解读人权价值 在国际的一段时间内 我反复强调的是宗教以及基本的人权自由 这样基本的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无法正确处置的话 那么其他问题如何处置 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当我与外国领袖交谈时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对于这些缺陷 发出清晰明确的信息 我必须要说 我对于我们过去一段时间里 所进行的工作感到十分的自豪 我必须要说 有关于外交政策的很多问题都是十分复杂的 有的时候优先事项之间 可能也会有互相抵触 但是美国从未动摇 我们知道有的国家是尊重基本人权的 有的国家不尊重 而现在来历继续问道 正如您所知 我们现在正在美国政府换解的关键时刻 而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 似乎特别是比如说在于 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问题上 两党达成了基本的攻势 但是同时在其他的一些问题上 比如说在北韩的 连瑞拉等国家的问题上 似乎现在我们还没有得到更明确的信息 那么有关于政府政策延续性这一点 是如何评价又是如何解读的呢 而现在蓬佩奥表示 我们知道美国经常会进行选举 每两年就会有中期选举 每四年就会进行总统的选举 刚才您提到了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我必须要说川普总统在这一点上 做得非常明确非常地正确 在2015年的时候 他在竞选的时候就提出了 中国是对法治的最大的威胁 对于私人财产权的侵犯 对于人类今年的侵犯等 也正如你刚才所说 对于中国所构成的威胁 仅在似乎在两党中有共同的认知 刚才我提到了在香港的问题 在维俄逐人这样的问题上 这样的暴行上 现在我们也知道 两党似乎是有相同的价值和判断 而同时在其他的一些领域 比如说在中东问题上 我们要更加复杂一些 在过去的四年中 我们在中东所进行的问题处理 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在耶路撒冷确认 以色列人所应用的地位 这里我必须要说 我希望下届政府能够继续延续 我们在中东政策中的 这样的一些成功的经历 可以为世界 特别是中东地区 带来和平和繁荣 现在来历继续问道 我注意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你也来自五眼联盟中的四个国家 共同签署了这样的一份宣言声明 有关于香港问题 而同时你也发表了一份声明 取消对于台湾的 所有自我施加的相关外交限制 现在我们也听说 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将在1月13日很快到台湾去了 我想问的是 通过这样的措施 您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呢 刚才你说我们进行了 暴风周语一般的迅速行动 但是我必须要说 这些行动不是我们匆忙中进行的 我们此时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筹备 我们始终的价值是保持美国的自由 此前在一次演讲中 我在强调 我们对于中国的手段 以及措施 必须是不信任 然后宣证 比如北京给予香港人 曾经有过这样50年的承诺 但是他们却公然背弃了 这样的承诺 因此我们一直以来的价值就是 我们必须要让江湾的党派 来为他们此前的对于国际的承诺来负责 此前在奥巴马政府的时期 中国方面在南海方面也做出了勇不信犯的承诺 但是他们却公然背弃了这样的承诺 现在有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它所进行的互动以及共识 几乎与美国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进行的外交互动都完全不一样 现在我们必须要说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将是成绩的 未来还会有很多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有这样的一种明确的野心 就是要成为世界上的专制主义强国 为全大国 我们现在必须要确认他们的野心不能够得逞 对我们的子孙后代的自由福利来进行冒取 因此进度的抗争 看游戏对谁在最近不管我与谁在谈话的时候 我经常会谈到有关于中国的问题 不过每个人都意识到了中国是我们在地形性上可以看到的问题 现在我看到了一种让人警醒的趋势 不管是在非洲还是在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地方 我们看到中国有的时候会给他们一些免费的东西 来奉取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现在作为美国之音 我们要做的是通过我们的报道 在这一些地方 可以能够使得中国共产党构成的威胁有更多清醒的意识 而不是让大家对于中国共产党 这样的带着所另一的利益的收送 可以胜利的进行 蓬佩奥说这个问题有多个角度 在经济方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 在经济方面对于中国施加了关税 中国对于美国进行了轻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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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走了美国的很多工作 所有这些你们都所了解 另外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有关于武汉的新冠病毒 现在中国共产党仍然不愿意外界独立调查人们进入武汉 对于政府的夙缘进行进一个追踪调查 在过去的几个月甚至是一年的时间里 他们始终没有发出清洗透明的信息 而得到病毒到底是如何起源 这样的信息显示十分重要的 对于我们的健康和安全 而正是你的团队 你的媒体团队 在中国进行了这样的报道 对于他们的谎言进行了记录 我们中亚属的每一位外国 美国交官和员工都知道 中国在我们世界各地都是最大的威胁 不管是在拉美在东南亚 还是世界的其他地方 我希望不管你们的报道者 不管他们身处什么地方 是在南西是在非洲 在蒙洛克还是在什么地方 都可以清醒地观察到中国的活动 并且观察到中国的活动 是如何影响当地人们的活动的 美国现在继续问道 现在我之后看到了这样的一种趋势 美国似乎在非洲这样的地方 足以有所减少 而像俄罗斯 中国这样的国家 却在这些地方 足以有所扩大 难道你要说整个非洲大陆 现在对我们的利益 已经不再重要了吗 现在蓬佩奥说 国际一段时间里 我们的整个外交的政策重点 一定是在反恐方面的 在国际的一段时间里 不管是对于阿富汗 还是在西利亚 还是刚才你所谈到的那些地方 包括西非 现在我们要进行资源的重新整合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家园 但是整个的问题 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如果你只是看到 我们在各地的住民人数 曾经我们看到的这些地方的人数 基本上现在前半了 但是这并不知道 但是这错过了事情真正的重点 我们并没有从这些地方退出 我们还在用其他的工具 以及我们所具备的能力 来对这些地方进行保护 并且继续我们的美国外交 不仅是利益的推广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川普总统也反复强调 我们要保护这些在外军事难以的生命 但同时我们从来没有在我们层空 这样重要的下距中 很高兴你今天能够来到华盛顿街 让我们进行这一次交调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先做独掌分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以功能联盟为基础的 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 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 中共统战部负责人日前就该条例 答中国官媒记者问时表示 这次条例修订的突出特点是通篇贯穿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他说在条例新增的内容中包括了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和乔务工作一章 强调要致力于维护和促进中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共出台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之际 正值美国抨击中共在美国的统战活动 并就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做出反击的时候 美国国务卿彭培尔日前指出 中共长期致力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并在世界范围内施加其影响力 中共统战部通过资助和支持海外组织散播宣传 胁迫和欺凌反对北京政策的人 蓬佩奥还指责中共统战部 频繁胁迫海外学术界商界公民社会团体 海外华人群体 其中包括那些公开反对中共在新疆西藏 和中国其他地区人权侵犯的少数族裔和宗教团体成员 并以特别点名恶意收集个人信息的政治恐吓和强阔手段 针对任何被视为有违中共利益的个人 去年9月23号 蓬佩奥国务卿在对威斯康辛州议会发表讲话时 曾警告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 要提防中共及其大领人 试图影响美国地方政府 以及进行监控和间谍活动 他说国务院正在审查 两个在美国境内运作属于中共统战部的组织 其中一个是中国统一和平促进会 另一个机构是美中友好协会 一个多月后的10月28号 美国政府宣布将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指定为外国使团 并退出一项促进美中地方合作的协议 中国多次对美国指责 中国在美国的渗透和统战活动进行反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去年10月29号 在例行记者会上 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 中国利用统战对外国实施渗透做出回应 他说蓬佩奥的有关言论颠倒黑白捏造事实 是对中方的恶意诽谤 他指出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 是促进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 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正常 民间人文交流 发展友好关系 中方胸怀坦荡 光明磊落 无可非议 欧文斌还表示 蓬佩奥拿中国的统战工作说示 目的是抹黑中国的政治制度 破坏中美之间正常的交往和合作 他们的图谋早已被世人识破 站到了历史错误的一边 终究是不可能得逞的 去年9月3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谈到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时说 美方官员所谓中方对美国学校进行渗透 完全是无中生有 在美国这些人的眼里 所有中国在美留学生都是间谍 中方同美国大学的交流都是在搞渗透 这完全是患了妄想症 2020年2月14号 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回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关于中国驻美使领馆参与对美渗透的评论时说 蓬佩奥的这一最新言论纯属老调重谈 继续全然不顾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实 通篇充斥冷战思维和政治偏见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国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习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说 在西方国家抵制中共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海外统战工作时 中共公布第一个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是中共危机感和试图控制海外华人野心的暴露 我想在现在发布的话 其实是一种双人界 一个呢 他可能觉得感到一种危机感 也说这个海外这个调民呢 现在很多人呢 实际上非常那个 非常反共 越来越反共 这一点呢 中共我想他非常清楚 他就是说他对这种 不能够控制华人 或者对海外华人 跟他在这个思想上 认识上不一致 对他来说 这是一个很那个沮丧的信号 但实际上呢 这个 我说他这种双人界呢 就是他一方面他想 那个 借此来加强他的同战活动 但另一方面呢 他实际上把他这个 中共自己要控制海外华人的那种野心呢 也给暴露出来 就是让这个海外民众 这些不甘于在受中共这个控制的人 也包括那个西方政府 包括美国政府呢 都更加清楚的 警觉了 知道了这个中共的野心的意图 所以像对中共来说 这实际上也是很愚蠢的事情 美国的人权组织 公民力量创办人 杨坚利博士 在接受美国之一采访时说 中共发布统战工作条例的时机 值得关注 原因是中国在全世界范围遇到了抵制 这种抵制当然和中国前段时间的 这个非常强势的那种态势 战狼外交 以及更重要的实质性的专制倒退 使得大家对这个中国继续进步 另外一个他在国际社会上 比如说军事上的强势 经济上的不公平竞争 加上盗窃知识产权等等这些事情 让大家都非常的防范 虽然习近平在中国的权力非常稳固 但是在国际社会遭遇了 这个前所未有的一种危机 杨坚利说 中共重视统战 尤其是海外的统战工作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统战工作很大程度上 帮助中国在国际社会获得巨大利益 因此他说 在目前的国际氛围下 中共的统战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 在中共的发展史上 统一战线被称为 中共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 三大法宝之一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直属中共中央委员会 统战部网站介绍说 统一战线的概念 最早由德国思想家恩格斯提出 中国共产党前领导人 曲秋白在1925年8月18号 53后反帝国主义 联合战线的前途 一文首次提出 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 已经成为事实 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 1935年12月27号 在陕西安定县 马瑶宝会议上所作论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 第一次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此后统一战线的提法和内涵 在不断的变化 1945年8月9号 毛泽东在对日后的最后一战声明中 提出要坚持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 在1947年2月 毛泽东在对中共党内发出的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指示中 提出要建立极其广泛的 全民族的统一战线 1949年7月6号 前中国总理周恩来 在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 第一次提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中国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 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在1979年9月1号 提出现阶段的统一战线 可以提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 1981年6月 中共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 正式提出爱国统一战线 最近印发的中共统战工作条例 第二条说 统一战线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 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该条例第三十七条 对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 做出明确规定 即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增进华侨和出国留学人员等 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 鼓励华侨参与我国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融入民族复兴伟业 美国南卡大学讲习教授谢田说 中共动用其与美国等国家贸易顺差的外汇收入 对西方民主国家所进行的统战活动渗透非常严重 他说据不完全统计 中共统战部据称直接控制着 在美国的大约600多个同学会同乡会学生学者联谊会等华人社团 另一方面他强调 中共统战不只是针对海外的华人华侨 对美国的主流社会各个方面的渗透一点也不放松 并且同时进行 我们知道中共有一个统战的官员不久前就说过 甚至五百多个美国国会议员 甚至每一个人他们就知道有三百万美元资金可以随意使用 用三百万美元搞定一个美国议员 那其他呢 包括各州的州长这些政府官员都在下功夫 还有地方人不光是美籍华人的专家教授学者之类的 看到这个哈佛大学的那个化学系主任都被他们给总装 然后呢对整个学术界全面渗透 然后对整个那个媒体的渗透 购买直接购买直接或者安插版面安插内容 然后呢对于华尔街的渗透 还有这个对这个龟谱高科技这个公司的渗透 都是非常非常令人触目惊心 这个需要他实际上把整个社会的从上到下都渗透 公民力量创办人杨洁力侯士说 中共的统战似乎看不见摸不着 但却无处不在 实用性极强 他说中共在海外的统战宣传的是中共维护其政权的所有可能的叙事 结合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华传统 以此吸引并号召海外华人的向心力为中共的政治目标服务 梁简利说 中共以所谓爱国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人以中国强大崛起作为号召来吸引海外华人为中共服务 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作用有限 因此中共就用钱为统战工作铺平道路 他只有靠用钱的办法为他开路才能施加他的影响 所以你看他在讲统战啊什么东西 这只能反映他的意图 真正实行的时候 我想只有这个几条 第一爱国主义 第二所谓的中国强大 第三为你在中国国内提供各种好处 有些钱比较巧妙的在国际社会进行运作 针对中共在美国的统战活动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去年12月4号发表声明 宣布将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恐吓胁胁迫手段的中共统战部人士实施签证限制 声明表示中共统战部的这些恶意活动 是为拉拢和胁迫美国地方官员 海外华人华侨社区 海外公民社会组织和学术界 以促进中共的威权主义叙事和政策偏好 国民力量主席杨建利博士说 既然中共用钱开路进行统战工作 那么西方民主国家反制中共统战的措施 就是找出中共用钱开路的方式和脉络 切断中共用钱统战的血脉 这也是美国下届政府面临的挑战之一 新的政府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还不是说直接和中共怎么过招的问题 而是自己巩固的问题 美国的防疫要做好 经济要复苏 竞争力要提升 然后整体的国力要提升 然后和这个世界范围内的盟友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 在这个时候再和中共进行直接的对抗 可能就更加有利一些 美国南法大学艾肯商学院讲机教授谢田说 对于中共统战对美国无孔不入的渗透活动 美国政府必须要针对中共政权本身进行反击 下任美国总统不管是谁 如果想保卫美国的话 一定要对中共非常严厉 直接去打击中共政权 统战部下属的一些利用的留学生 学者还有那个僑民 僑人 你这个很难一个一个去跟 你只要把这个舌头抓住 那舌打七寸 协助中国人民呢 阐出中共政权 僑民共产党 这才能一劳一劳的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人杨明华盛顿报道 胡习近十一日深夜在个人微博发文并录制视频开枪 点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 蓬佩奥冒进到台湾问题上 自以为在这方面最能痛击中国 然而这帮人被傲慢冲昏了头 竟然忘记了台海地区是中国博弈工具增加最快的地区 中方呢 完全可以在台海地区与美方的极限挑衅 做一次对决 我们要让蓬佩奥等人因为误判形势的狂妄之局 而凝聚扫地 在台海这个地方把他们打成落日公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取消台湾型 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幽默的表示 这下子估计中国又会嚷嚷说 在他们叫嚣之后取得重大的胜利 王志胜进一步解读 中国官方近日并没有强烈的表现 那是因为对外的考虑 但是对内必须要有一套说法 否则中国内部小粉红民族主义者会跳脚 在这之中又以环球时报还有胡锡进个人微博叫板最激烈 中国要在台海把美国打成落水狗容易吗 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接中接受本台访问时分析 中共希望能在2035年可以有与美军在西太平洋一较高下的实力 中国宣称有东风21 26可以攻击航舰 但是解放军在西太平洋上 若想要攻击移动的航舰 必须先能发现追踪监视这航舰 目前共军的全球卫星监视在第一第二岛链间的西太平洋还是有空隙 以解放军武器投射能力 如果在战时要与美军一较高下还是有落差 可以从全球各地从美国本土从伊渡洋调集轰炸机 然后在中共那个防空防空有效范围之外 比如几百公里七八百公里之外 用轰炸机发射长城的远距的精准 去攻击中国大陆的沿岸目标 亚太防务总编辑郑靖文受访时认为 两边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即使中共能在台海地区获胜 它也没有办法保证战后如何与美国或是自由世界相处 如果发动战争我认为是很容易的 但是战后的这种世界格局 怎么找到中国的力气 我认为它对这个部分造有很大的问号 根据美国白宫国安会12日公布印太战略框架 机密文件编辑10多页 列出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重点 其中对中国的态度非常直白 包括三项要点 首先在冲突中不让中国在第一岛链内有持续的海空优势 第二保卫第一岛链国家包括台湾 第三美军也要主导第一岛链之外所有的领域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发表声明说 解密这份文件是为了让美国人民盟友和伙伴国明白 美国继续长久的致力于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 这份全场实业的机密文件将中国列为主要安全挑战 其次是朝鲜 并强调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进行战略合作 形成以美国为核心的四边安全框架 并深化与日本澳大利亚的三边合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3日回应说 美国一些政客企图通过解密文件留下遗产 但是恰恰暴露了美国借亚台战略打压中国的用心 这份文件提前30年公布于众 美国军事专家废学里告诉本台 美国民主正在面临巨大挑战 特朗普政策遗产中的积极部分应该得到传承 奥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梅德卡夫 13日也撞文表示美国政策官员希望推荐一个更加严肃和连续的议程 但是这份框架的落地和时效引发讨论 梅德卡夫举例说 比如美国希望日本和韩国联合向朝鲜施压 但是没有具体的实现路径 废学里认为 本应在两个任期内完成的战略目标 特朗普在四年之内已经有所成效 英国金融时报周三称 拜登准备提名坎贝尔担任新的白宫亚洲事务主管一职 他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助理国务卿 1月12日 坎贝尔和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杜如松联合发文 美国如何支撑亚洲秩序 将目前的印太地区比作战前的欧洲 逐渐失衡秩序衰退并且缺乏联盟 坎贝尔和杜如松给出如下建议 联手盟友进行军事和情报合作 美国要投资发展远程巡航和弹道导弹 无人舰载打击机和高速打击武器等 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分布美国军力等等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亚洲海事透明项目主任波林对本台表示 他们说要加强与东方的合作 但是特朗普基本上学习了每一次的东盟峰会 最后一次 彭斯和蓬佩奥甚至没有去线上的峰会 新加坡到现在都还没有美国大使 奥巴马时期的重返亚洲的政策 其实最成功的部分是在东南亚 而东南亚在这份紧密文件的末尾 只出现了半夜 也不可能无视东南亚 还想有效地与中国竞争 该战略还承诺 在冲突中剥夺中国在第一岛链内的持续制空权和制海权 保卫第一岛链国家包括台湾在内 主导第一岛链以外的所有领域 费学历表示 美国要有效落实这个目标 必须保障对台军售 比如F-16战机 短程弹道导弹和远程反舰导弹 最重要的是 核对总统是否要进导弹 我们需要进短程中程和中短程的导弹 台湾火政府已经开始行动 为了遏制中国攻击台湾 日本和其他美国盟友 美国没有导弹 中国会更加的武器战 既有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 华盛顿报道 1月13日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以存在强迫劳动为由 宣布将查扣从中国新疆进口 或经第三国转运与加工的棉花及番茄产品 这是八个月内 美国海关发出的第九份 与新疆强迫劳动指控有关的战扣令 也是涉及范围最广泛的一份 战扣令表明 美国海关已发现有力的证据 认定这些产品与强迫劳动有关系 货物被扣押后 进口公司可向海关提供证据 证明没有强迫劳动的事实 或情况已改善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声明中指出 调查发现新疆存在许多强迫劳动的迹象 包括利用债务行动限制 扣留工资 以及辱虐性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专员 史密斯14日接受本台唯一部专访时 澄清这个决策并非全面禁令 暂空令的宣布是要向美国进口商 及美国海关与边境官员传达一个信息 即我们认为在新疆生产棉花 及番茄产品中存在强迫劳动的风险很高 这不是全面禁令 而是向贸易界传达讯息 希望他们对于来自该地区的货物进行禁止调查 我们将针对来自该区的特定货品进行查扣与讯问 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副部长库奇内利则指出 不会容忍美国供应面中存在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 彭博社报道 库奇内利在13日一场电话记者会上说 强迫劳动是现代版的奴役 而中国制造将成为一个警告标签 尽管确诊最早 中国政府持续否认新疆存在强迫劳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4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 反驳这只是西方社会凭空捏造的世纪谎言 美国乔治成大学历史学教授 新疆问题专家米华健告诉本台 这个赞扣令的影响是巨大的 而且非常重要 这可能会改变全球棉花和服装供应链的安排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19年新疆生产了500万吨棉花 约占中国总产量的85% 米华健说 这些来自新疆的棉花被用来生产纱线 布匹和服装 这意味着未来像沃尔玛这类美国企业 在进口中国产品时都要注意其中原料的产地 过去一年 美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90亿美元的棉花产品 美国四个主要服装及零售业行业协会 发出共同声明表示 期待与美国海关合作 消除供应链中存在强迫劳动的情况 但也同时敦促美国政府进一步分享执法细节 以便帮助厂商进行尽职调查 总部位于美国的非盈利组织 公平劳动协会幕僚长韩雪莉告诉本台 中国的情况是独特的 因为他们的强迫劳动是由国家力量去强制实行的 公平劳动协会长期关注原物料国的劳工状况 比如孟加拉、越南、印度、柬埔寨、中国等 韩雪莉说 在其他国家的案例中 厂商或非盈利组织能够利用直接向公司对口施压的方式 解决强迫劳动或是未成年劳动等相关问题 但这种方法在中国行不通 他对美国的战客率表示肯定 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言人迪里夏婷则呼吁 全世界尊重人权、公平贸易的政府 应该一起采取同样的措施 为结束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所推行的强制劳动 共同施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佳杰 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 美国总统大选历来是一件广受关注的世界大事 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更超过以往 从选前充满火药味的角力 到选后争议不断的阴谋论泛滥 导致选举结果受到质疑 直至1月6日 两院议员齐聚国会大厦 见证选举人团投票结果的认证程序 就在这一天 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冲进国会大厦 上演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激烈的抗议事件 在重重压力下 特朗普最后做出表态 指出尽管他完全无法认同大选结果 但会保障在1月20日有序过渡 如何评判本次大选引发的暴力抗议事件 特朗普将在美国历史上留下怎样的印记 对此 我们连线到纽约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 请他来阐述一下看法 破空先生您好 1月6日 特朗普的支持者出入国会大厦 国际哗然 您如何评判此一事件 1月6号发生在美国国会山的 这个冲击事件的震动事件 可以理解的是 因为美国是一个大国 超级强国 国会山又是美国政治的重要象征 但是这样的事件 在其他国家发生的话 不会大惊小怪 像法国的黄马甲运动是异常的猛烈 而且持续时间很久 破坏力也非常大 另外在去年夏天所发生的 美国的革命归运动 以及带来的打砸抢 也都是规模巨大 打砸抢的范围也是很凶猛 另外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发生过 占领立法会 或者冲击立法会的情况 但是美国这次国会山被冲击 为什么郑重这么大 除了美国是个大国之外 这次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的总爆发 就是两个美国的较量 两个美国的决力 一个是体制内的美国 一个是民间的美国 就像1月6号 因为在国会山要认证拜登的选举人票 这是体制内的多数的政治人物 或者政客都认定的 但是民间支持特朗普的声势很大 他们对选举结果不认同 持着反对的态度 再加上左派媒体 尤其社交媒体 主流媒体对舆论的一边倒的封杀 一边倒的反川普 一边倒的庇护拜登 这就提起了这次的更大的怒火 所以这次是怒火的总爆发 就集中爆发在国会山中 部分民众冲进了国会山 跟警方发生了冲突 并且导致了这个人员死伤 这个事情很复杂 既有特朗普民众的这种愤怒和情绪化冲入 也有极左派安提法 这些极左势力的捣乱 他们在怂恿民族冲入国会山中 要求警察离开党位 另外也有警察和特工的慌乱 也就是说各方都显示了失态的一面 这次事件 但是在短时间内能够落幕 也显示美国民主和宪政的稳定 美国民主和宪政历经两百多年 不会因为这些浪花的冲突 而受到极大的破坏 实际上从中共的官方媒体看出来 他们看到事件在几小时之内 就和平的落幕 而整个美国归于平静 中共的官方媒体流露出 感到失望的这种调子 特朗普是诸位美国现代总统中 第一位公开质疑投票结果的总统 而这一投票结果 是得到了美国当局和司法机构认证的 他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 并且还得到了一些民众的支持 其实在2000年 民主党的农党候选人戈尔 也质疑过选举结果 后来经法院裁定 再早些时候 美国建国之初的19世纪 188几年的时候 有多次落败的一方 没有承认选举的结果 后来由选举人团进行协调 或者是国会进行协调 甚至有翻转结果的 在美国历史上也不发先例 这次美国的选举争端是闹得比较大 除了川普的支持者不服 川普本人不服之外 也是动用了整个的社会力量 但是从法律上来讲 川普有他的权利 他的支持者有权利去质疑选举结果 至于法院怎么裁决 是法院的事 但法院的多数裁决 都对川普和川普的证明不利 所以这是现实的一个存在 那么至于认证 它分几个步骤来认证 除了选举人团 3月14号 后来是1月6号国会的认证 在国会认证之后 看上去川普就承认 选举结果了 同意和平有序的转移权力 所以在之前的纷争 也就暂时告一段落 不过这次特朗普不认同 这个选举结果 更重要的就是 选举的确存在重大的争议 因为在各个州 尤其在摇摆州 发现了大量的事实 证明了一些选举是不合法 不合线的 还有一些选择超出选举人的情况 或者有选民的弟子 年龄 顾及各方面都有争议 民间有争议 法院也有争议 所谓的官司还并没有结束 虽然大多数官司 对特朗普阵营不利 但是并不意味着 官司就此结束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经过了1月6号的认证之后 各方平息下来 应该说 再次的显示了 美国民主和宪政的权威 民主和宪政的稳定 冲击国会大厦事件平息后 特朗普愿临重判亲离 多名高官请辞 共和党内部也不乏谴责之声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局面 表面上看来 在1月6号的国会山事件之后 这个事件对特朗普不利 因为在此之前 舆论就是民间各方面 对特朗普牌是有利的 而共和党内也有不少人站出来 议员也站出来挑战选举人票 但是国会山冲击事件发生之后 形势急转直下 朝着对特朗普 极不利的方向发展 标志性事件就是 共和党参议员本来 有13位要挑战选举人票 结果有6到7位都放弃了挑战 后来在经过半夜的辩论之后 李玉先的 更快的通过了对拜登的认证 然后民主党的议员 趁机对特朗普罚起了谴责 甚至提出要弹劾 而左派媒体是总动员 还有社交媒体总动员 围剿特朗普 所以对特朗普构成了巨大的压力 加上政府内各个政府部门 都显示出维护法律秩序的 这一个方面 所以潜在的对特朗普也不利 特朗普的那个层面 出现了先后多名层面的辞职 对这个辞职有不同的理解 一个解读就认为 特朗普政府在最后阶段 遇到了危机 而出现重盘清理 所以这些国员都纷纷地跳船 但是另一方面 左派和民主党有另外一个理解 他认为这些辞职的 特朗普的这些部长 或者是国员 受了逃避宪法修正案 第25条的责任 所以宪法修正案第25条 是他们那个层面和副总统 可以一起来罢免总统 说是总统无法逝世 或者无法履行总统职位的时候 他们可以罢免总统 但事实上 宪法修正案第25条 主要是总统出现健康问题 不能逝世的时候 是可以启动 所以现在民主党就看到 宪法25条不能够逝世 采取的就是要弹劾 通过众议院启动弹劾的方式 再次弹劾特朗普 但他们弹劾的目的 众议院是可以简单通过 简单多数就通过 因为民主党在不办数 但是参议院显然会受到 共和党议院的抵制 而无法通过三分之二的弹劾门槛 所以众议院议院议长佩洛西和民主党坚持要弹劾 是因为他们要剥夺特朗普卷处重来的机会 就是如果说遭到了弹劾的话 那么特朗普就不可能在四年之后再次宣布竞选总统 这是左派目前的想法 您如何评判推特等社交媒体封闭特朗普账号的做法 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封杀特朗普的账号 这个在美国引起极大的争议 而一个方面可以看到 就是左派媒体高科技公司 社交媒体对特朗普的封杀和反对达到了一个高潮 因为这是国会三事件 所以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机会 他们在选举前选举中和选举后 都是反特朗普的 跟体制内的建制派的反川普的势力是合流 那么这也是今年选举造成一边倒的原因 那么推特和脸书封杀特朗普的账号 一方面根据联邦通讯法230条 未经修改他们有那样的特权 去封杀他们自认为不恰当的言论 由他们自己去判断 但是另一方面跟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保障言论自由也是一项矛盾的 因为这个做法让人联想到共产中国 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封杀言论 封号禁言 这就给中共方面找到了借口 说可以看封号禁言 不仅是我们中国所做的事情 但是美国也在做 当然这个做法的主体和课题都不一样 中国那边封号禁言是政府针对人民 而在美国这边的封号禁言是民间机构 民间公司在针对领导人 针对总统 这是完全相反的 在中国那边 人民没有言论自由 但是领导人却有无限的言论自由 尤其最高领导人 可以随意的说什么 做什么 写什么 在美国这边刚好相反 人民的言论自由基本上得到保障 但是领导人的言论自由 现在看来受到了约束 尤其像川普这样的政治素人 体制外的政治家 企业家出身的草根总统 受到了左派媒体的封杀 推特这个禁言 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线例 那么推特公司 他们之所以反川普 还有一个就是川普认的是反全球化 而推特脸书 这些高科技公司 都是主张全球化的这些公司 希望到全球化蒙力 川普主张美国优先 就对全球化运动是一个重创 这些大公司 包括华尔街的公司 跨国公司 好莱坞的富豪 高科技公司 都集体的反川普 就是为了继续他们的全球化 哪里便宜就到哪里赚钱 并不顾美国本身的利益 也就完全不在乎所谓美国优先 所以这是跟川普和川普支持者 构成的严重的价值对立 和理念的冲突 在这方面最后爆发出的这些事情 也是整个从经济到政治 到全球格局的 这么一个深刻的分源 特朗普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 您如何评价 他在过去四年的执政生涯 他将在美国历史上 留下怎样的印记 特朗普之所以饱受争议 他是美国244年历史上 第一个建制派以外 体制以外的政治素人 民间的草根总统 特朗普一上台 就体现了一个特质 非传统 非典型 甚至非美国的特质 在过去四年中 可以看到 他是一企业家精神在执政 效率很高 成就很大 企业家的精神主要就是 节约成本 开源节流 尽量的创大收益 他建立的是一个 符合共和党理念的 小政府大社会 就是尽量发挥公司 和民间的活力 而政府尽可能就给予资源 而且他相信美国优先 美国再次强大 这个理念 所以在他的执政的时候 在大瘟疫发生之前 他所创造的经济奇迹 在短短三年 就达到了美国半个世纪的最好状况 最高的就业率 最低的失业率 最高的股市 和最繁荣的经济 最强劲增长的制造业 所以这些都可以说 在内政上留下丰功伟绩 另外在外交上 他以最有效率的姿态 以秘密的外交 完成了很多和平使命 比如说在中东 缔造了一场接一场的和平 让更多的阿拉伯国家 一个结果的承认以色列 前四多天还取得了 卡塔尔跟周边国家的和解 这都在美国的斡旋下 取得了重大中东成就 这是几十年以来 中东未能获得的和平成就 另外川普在巴尔干半岛 缔造了和平 执行了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和平 互相的和解和承认 所有这些外交成就 足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但是左派媒体没有报道 主流媒体予以封杀 或者说予以回避 或者轻描淡写 那国际上也是如此 也不可能由莫贝尔和平委员会来提名他 就在于反川普的体制内的势力 和建制派的势力 不仅在美国的体制内 在西方各国的体制 都是反川普的 因为他们看不惯川普的这个作风 独立特型 不同于建制派的领导人 所以从美国国内建制派 到西方欧洲国家 法国德国这些建制派 都是反川普的势力 还包括澳大利亚 加拿大等等 所以跟美国国内民众 对川普的强大支持 就形成了一个反差 这个反差当然也反映了特朗普的两个硬伤 一个就是不善于处理关系 尤其不善于处理跟建制派和媒体的关系 另一个就是说话 率性 有什么说什么 所以如果说听其言观其行 观其行的话 他的成就很巨大 倍证的成就很巨大 反击共产中国也达到了最高的力度 在亚洲形成的亚太联盟 对中共进行了最大的围困 从观其言来说 他可以受到建制派 或者被称为君子的建制派 对川普有本能的反感 再讲左派媒体的围剿 说川普这次的失败 应该是一个悲剧 对川普的支持者来说 今年的大选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个悲壮的历程 就总结起来说 围绕特朗普的争议 除了他是一个政治素人 是来自于民间的草根总统 民间企业家 他关键是有两个硬伤 是跟后来的政治家 要吸取他的经验和教训 这两个硬伤就是 没有处理好跟建制派和媒体的关系 另外一个硬伤就是 他的口无遮拦的表述方式 是为西方的民主社会 或者说主流社会建制派所不容 谢谢破空先生 各位听众 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 由刘芳采播 感谢收听 请问您 of the mod 请 abstract和爱 prospective 打第三个ely 然后不介意 请不请 提供 首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暴力冲击美国国会的事件是直接导致了民主党人启动这个弹劾的程序 那么特朗普总统本人表示对他的弹劾会在全美各地引发巨大的愤怒 而反对弹劾的人士也指出在特朗普任期不到一个星期之际 再度发起对他的弹劾会导致美国陷入更深刻的分裂 那么对特朗普的第二次弹劾行动能够走到哪里 民主党人再度发起弹劾特朗普到底有没有道理 他对美国政坛以及未来美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 第一位是南卡罗兰纳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谢富生 欢迎谢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 那么今天第二位嘉宾是美国世界日报副主编 贝比周先生 欢迎魏先生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主持人好 谢教授好 好 我们先来请教谢教授 就是在特朗普总统这个任期还剩下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 这个国会启动了这个弹劾他的程序 那么其实这个时间上看起来恐怕都不一定来得及 而且今天就是根据最新的这个报道 这个参议院表示他不会是立即来对于这个弹劾案 接这个弹劾案进行这个审判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您认为为什么还是要启动这个弹劾案呢 我想这个弹劾案的启动当然是由民主党来来做的 那民主党跟特朗普 川普总统之间当然这个中间的这种瓜葛 当然就是起来是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 那这可以追涉到比如2016年的总统大选 那川普总统他是选民票的少数 但是选人的票的多数而当选 那随后这个他的一些政策主张 他的刑事风格当然都跟民主党有很多格格不入之处 那当然最启动这次或trigger就整个推动这次的弹劾 当然关键当然就是从选举之后 那川普总统基本上一直强调这个选举事实上是被偷的 他认为有很多的不法事件 然后最后导致在1月6号冲击国会的事件 那这些倒是最后这次的弹劾弹就提出了 当然在这个整个弹劾条文里面 当然除了1月6号的事情之外 当然也提到1月2号 川普总统打电话给交易局的州务卿 希望能够找到一些选票 那这个当然都是整个背后的一些利己的一些因素了 那其实整个除了弹劾案的提出 除了针对按照民主党的用意 当然就说既然总统做了一件事 必须要纠着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也多少 从正常的角度来讲 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方式 如果弹劾能够成功的话 那说不定可以阻止川普总统 再有继续连任公职的机会了 那共和党里面 也跟上次的弹劾不太一样 就这次确实有一些人倒戈 那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些共和党的国会议员 那对于川普总统当时也有一些不满 但是过去因为选票的关系 因为他们很多都要联选连任了 都要参加初选了等等 那也不敢过分地去违逆川普总统的意思 那这次事件 现在川普总统要下台了 那因为最近这些事件 也使得川普总统本身的声望往下掉 那另外又是这些金主们 很多都纷纷跟川普或相关的人士 去进行切割 那对于很多既有的共和党内的所谓建制派 那他们可能也觉得也觉得撑这个机会 虽然他们不见得民主可能按住 不管怎么样的住法 那也希望就说撑这个机会 说不定可以让川普跟共和党 也能够做一个比较干净的切割 那这个我想都是背后的一些因素 好的 谢谢谢教授的分析 那么接下来先请教VB周先生 就是想听听您的看法 就是您是不是赞同啊 这个美国国会二度谈和特朗普总统 您的主要看法是什么呢 对 我觉得我现在分两个部分来讲 一个部分从大体宏观来讲 从美国宪法跟宪政这个角度来看 的确是有盘和的必要 因为就美国三权分立来讲 这个司法还有行政还有立法来讲 今天摆在线前的情况 事实是这个立法权 立法权代表国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冲击 等于说你直接杀到家门口来了 整个国会正在开会的时候 被迫要东奔 要东奔这个东长西朵的这些情况 等于说国会代表民意 在正在进行最后总统选举认定这个情况下 在宪法赋予他的全力情况下 在运作的时候 居然受到一个来自于行政权 所策动的 我们当然用这个词或策动 煽动来讲 这当然从川普角度来讲 是不会承认的 但是事实上明摆的是这个行政权已经超越它本身应该有的这种运作的层次 而是使用暴力的方式来对立法权造成这么大的冲击 所以从宪政的角度来看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从维持民主运作的角度来讲 这个残核案是非提不可 能不能过是另外一回事 至少在历史上必须要摆出这样一个姿态 否则的话美国作为一个所谓民主国家来讲的话 那简直不成体统的事情 所以就从这个三权角度来看的话 必须要这么做 当然我们可以知道 从这次看起来 美国这个三权在这一次川普当选这个四年来 已经去运作了真的是非常非常贤 这个这个平凡 而且是贤熟了 所以每个地方都有立场 从川普角度来讲 他这个行政权基本上已经受到了这个立法权 立法权 还有这个司法权的各种不同的挑战 更不要说现在还有第四权 就是舆论方面这些 包括社交平台那样对他的挑战 所以从川普角度来讲 他是被挨打了四年 可以这么说 从一开始的这个弹劾案 各方面对他的这个通俄门 等等对他来讲 他真的是有股说不出 是被压打 压得打了四年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然后在你如果抛开这个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所谓宪法层次来看的话 那的确刚刚就让谢教授说的 那的确这两党杀的你死我活 真正是这么这个情况 是摆的是没有错的 但是但是今天刚刚通过的这个 这个众院这个弹劾案 可以看得出来 川普虽然遭到这么大的攻击 这么大的打击 摆着明摆着弹劾案要对付他 但是呢共和党还不是 还是不敢全部都出动 只有大概 原来说是将近二十几位 快三十位 现在出来只有十位左右的人 来这个跨涨制大 所以你可以证明说 刚刚就实际上牵制到连选啊 还有连任啊 还有党内的派系啊 等等各种的考虑 所以川普虽然遭到这么大的冲击 但是他的力量 他实际上的这个力量 还依然继续存在的 共和党对他还是动弹不得的 谢谢魏先生的分析 接下来请请教谢教授 那么就是现在这个国会众议院呢 是通过了这个弹劾案的这个表决啊 通过了 那么他也是成为这个美国历史上第一位 至少是目前来看是第一位 这个两度被弹劾的这个总统 那么请您给我们能不能介绍一下 就接下来这个程序会是怎么样的 这个参议院会 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参议院 他表示说这个多数党领袖 说不会马上来接这个案子 会那他会接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程序呢 他会不会会影响后续 这个下任这个总统 这个拜登的这个一些议事日程呢 这个到底会朝什么样方向发展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所谓的弹劾 对总统的弹劾 当然是先经过众议院这一关当 今天已经通过了 那众议院是负责弹劾 就有点像我们如果就一个司法程序来讲 就像众议院就像检察官一样 他要起诉 那起诉了之后 就把这个案就可以送到参议院 参议院就向法院审判 做最后的定夺 最后到底是不是要判 这个弹劾能够过关或不过关 那么在这个程序当中 众议院因为他已经通过了弹劾案 这个案子本身他就送到参议院 然后同时 他也会有一些代表 到参议院去做 这些论证啊什么的 就像检察官要到法院去起诉一样 那另外 另外当然总统当事人 但他也会 拼请比如说律师啦 什么帮他去 去 去 做防御啦 那双方就经过交叉 就是prosignation 就交叉辩论以后 然后最后这个案子 就由国会 就由参议院来 做最后的定夺 那参议院在定夺的时候 实际上是由 最报法院大法官 最报法院首席大法官 来担任主席 然后必须要由参议院的议员 的三分之二多数 出席议员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然后才能够按这个案子通过 那目前当时98个参议员 还有两席的 在乔治亚州选出来的参议员 还没有经过最后的认证 那如果98的话 那三分之二就是66 那如果说最后 这两个都被认证了 然后就变成50的参议员 那就是要有67位参议员的通过 才能够让这个案子 能够成为事实 那在目前状况下 因为目前民主党 只有控制50个席次 那换句话说 必须要有共和党员 共和党的参议员 至少要有16到17个参议员 要能够倒戈跑票 那才有可能让这个谈判 能够过关 那当然这个是非常高的门槛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这两天 今天参议员共和党的领袖 Mitch McCarroll也提到 这可能是 他可能不会立即去启动 这样一个程序 所以可能会拖到 拜登这种就职之后 才有可能再发生 但在那个时候 因为双方是50对50 再加上因为副总统是民主党 所以当民主党就变成多数党 那民主党的新的多数党领袖 当然就可以决定 是不是要进行这样一种 一个程序 但这里面也必须要衡量的一点 就是说 因为如果这个程序进行 以至于影响到 拜登新的政府 的人事任命 政策的推动等等 那可能他们也必须要做斟酌 怎么样能够在两者之间 做个相权 然后最后再做一个 再安排适当的时间 再去处理这个事情 好 谢谢 谢教授的这个介绍 接来分请教V先生 就是我们知道 在这次这个弹劾投票之前 这个民主党人 特别是这个议长 这个佩洛西是希望 这个副总统 彭斯能够以这个 引用这个宪法 第二十五修正案 来罢免特朗普总统 但是这个 这条路好像没有走通 那么副总统 彭斯是拒绝了 那我想听听您 就对于这个 这个事件的这个看法 就是为什么 副总统彭斯会拒绝 他为什么会拒绝 用这个二十五修正案 来罢免特朗普总统呢 对 这当然这个 从这个六号开始 当时 党里面 有两条路线 一条路线就是所谓的 启动第二十五修正案 对这个事情 但实际上 有一个操作性的困难 就是说 在这个内阁里头 要有差不多到 三分之二 到二分之一以上的 内阁成员 要投票来决定 是否要启动 这个二十五修正案的时候 这里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现在有很多部长 是代理部长 比如说刚刚这个 老部部长 这个交通部长 叫老小兰迟迟迟 还有这个教育部长 辞职等等 现在这个 这个国土安全部长 也这个代理部长 都辞职了 所以这里头 有很多代理性的问题 那么这些代理部长 本身没有经过参议员任命 所以他们 实际上 能不能成为了 真正的部长 而是不是具有投票权 而且他们投的票 具有没有办法 在二十五修正案 情况下能够生效 这都是 还是一个法理上 要争的问题 所以就实际 运作上来讲 会难度 那么另外一个 当然就是时间性的问题 你现在不到 一个礼拜的时间 你要动员这里头的人 还不是每个人 都愿意的情况下 是不是要做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实际上 我们刚刚讲的 这是一个实际上的考量 但政治上的考量 更远中止 从潘斯的角度来讲 他不可能带着自己人 去把这个 这个川普冲垮 不太懂 所以在昨天晚上 但前天晚上 你都看得出来 川普昨天晚上去讲话 昨天就讲话 然后到德州去讲话 他在之前 已经在潘斯线过面了 所以这里头 已经在谈 在谈妥一些什么事情 这当然也都包括 未来的这个 这个党的方向的走向 还有参众两个月之间的 这种党员的 这个党籍立 这个议员的 本身之间的协调 所以这里头 已经在做一些 很大很大 的安排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二十五凶真案 是不管在这个实际上来讲 或者是在这个 舆论上来讲 执行上来讲 都是不太革新的 所以当这个 当然川普民党党 心里很清楚 所以昨天晚上 这个差不多 十点多钟的时候 潘斯马上就给了一封信 正式告诉 波鲁锡说 这个品宫不可能 做这个事情 他讲的理由是说 如果这样子做的话 会让国家 造成更大的分裂 什么之类 那这个都是事实而非的理由 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事情 就是说 这个事情到底是对 还是不对 你先不要管 国家是不是会分裂 会撕裂 这个事情是对的事情 跟不对的事情 必须大家要站出 一个立场出来 所以现在看得出来 双方都是在过期 明明知道 这是一场 打不成的这个谈刺案 但是还是要去做 那这边知道 这个这个是 明明是不对的事情 但是还要找 各种的理由去堵塞 但是所以我们这样的讲 就落到真正的党派 真正互相动争的时候 看到了出来 就是这样不同的 大家在这边出来出去的事情 好 谢谢魏先生 那么接下来请教 这个谢教授 就是这一次这个谈划案 跟上一次 我们知道这个 已经是第二次被谈划 就跟上一次那个谈划案 感觉上这个气氛 还有这个政治环境 都有很大的不同 那我想听听您的分析 就是是什么原因 导致这次 有一些共和党的 这个议员倒戈 然后去赞成这个谈划案 就是这两次谈划 有什么不同 差别在什么地方 请您来跟我们讲一下好吗 那上一次的谈划案和 当然是跟选举有关 所谓通通门等等 在比较属于 在这种政治氛围下面 很多的共和党的国会议员 实际上他们 也投鼠忌忌啊 但虽然说可能对川普个人说分有些不满 实际上因为涉及到选举的问题 他们要竞选连任 那川普确实手握上很多的资源 确实有很多他的支持者在 那川普在共和党内部的支持 一直是很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就这些 因为这些国会议员 他们要竞选连任 他们还要经过初选 什么的 那初选里面如果说有共和党的人 如果是川普的力量 如果不支持的话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 所以在这个整个环节下面 还包括在那一上一次的 这个整个 同学们的调查 调查的报告 很多地方上是有点语言不详的 所以并不是有很明确的具体 有些地方的市政 并不是那么绝对的明确 或者是说 很难是叫impeachable offense 就是到底是不是能够 把它是不是值得去弹劾了 这样一种违规 那这个我想对于很多 共和党的国会议员来讲 或许他们心理上 当然也觉得不是 就是拿捏 比较不容易拿捏 而且基本上他们也在 在整个政策的考量上面 当然也站在川普的这一边 那这一次的选举 这一次的结果当然是不同 那因为这选举的结果 川普基本上 否定选举的合法性 那这个其实也 也对于某些 共和党的这些议员们 当然也不以为然 那另外一方面 整个至少疫情的处理 也有各方面其他应该 政治上的失误 那直接的冲击当时 1月6号的到直接报名 冲到国会里面去啊等等 那这很多的这些国会员 当然觉得 川普在后面三方点火 可能他们有更多的不满 那因为而且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 因为川普忙要下来 那他1月2号之后 他就不再是总统 那在这种情况下 而且他的民望 随着这个这一次的选举的 后续的发展 他的整个民调 民望看起来是在往下走 那他是不是能够持续他的政论能量 其实就有 就给大家打了很大的问号 那也让有一部分的共和党的国会员们 比较敢于永生 勇于挺身出来 来去表达他们自己本身 原来觉得应该要有的 这样一个态度了 那而且如果真的台湾案通过 如果按照这个部分媒体的报道 比如说Mitch McConnell 共和党参议员多长的领袖 那他也认为 这可能是一个机会 或许可以让共和党跟川普 可以做更干净的切割 那就是因为就 就共和党的建制派 跟这个川普所代表的 这样一种政策理念 其实中间是有很大的差异 那么怎么样就回归到建制派 他们原来当初共和党 他们认为的共和党的一个基本的理念 这我想当也是背后 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好的 那么魏先生就是 想听听您对于这个 就是说 特朗普这次在第二度 被遭到弹劾之后 他的一个政治前头会怎么样 会不会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 就是这个政治生涯就此终结了呢 因为我们看到 就是在这个弹劾条款中 其中有一句话说 这个特朗普应该受到弹劾和审判 而且是应该被免职 并取消在美国担任和享受任何荣誉 信任和利益职务的这个资格 好像有人就感觉就让解读 就是说这是想堵住 他未来的这个政治的这条路 那您认为他未来的这个政治生涯 会怎么样呢 对 这个就刚刚 在谢教授其实大约已经讲了一部分 就是这个弹劾案到最后结果 会不会成功 所以这个弹劾案里头 即使包括这个 禁止他这个未来从事公职的 这样子的这个语词 在里头的话 但事实上到最后 在参院运作的时候 你至少要照着 刚刚67票66票才能通过 那么这个是个很大的门槛 你要有16个共和党的人 跑票才有可能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 是一个这个 有点点这个门槛 门槛太高的运作 何况 何况这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 1月20号 如果戳到什么时候的话 川普已经离职了 你对于一个离职性的总统 能不能够进行这样 实质上的这样子的 这个弹劾 弹劾的这种verdict出来 这还是一个 有个要另外解释的问题 何况在那个时候 整个情况一定是情况 我们可以想象 1月20号 20号以后 如果要进行弹劾的话 这个参院开始辩论的时候 开始进行是所谓try的时候 一定是闹得天翻地覆的 然后刚刚就回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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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他自己本身要做的事情 根本就搞不清楚了 所以现在有个人说 就是说 是不是早上你可以搞 搞弹劾 到下午的时候 你可以展开一些 这个 我的人事听证的事情 否则的话 这个拜登 这100天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 做了什么事情 大家也不知道 这个对国家来讲 对老百姓来讲 这样是一件很伤的事情 我们就比如说 很多人等待这个 第三次的这个数捆支票 还有这个疫苗 还有这个施打 等等这些事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 可能去讲的话 那么川普在这个地方 可能占的比较有利的地位 因为你们又再胡搞 又把这个国家的大事 大事不管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 川普可能又占有一个 实际上的比较有利的地位 那么再提到说 川普这过去三世 你来讲 四年 他基本上是在清党 就是把这个建制派人 从每一个从州 一直到国会里头 他是基本上在清党 把这个川普自己本身 这个川普主义带进来 在做 那么现在当然看来 是功亏一篑 他自己没有完全 享受到他这个成果 可是在这个整个 你可以看出来 这次有十个人跑票 那么上一次的弹劾 是这个共和党 完全全部是反备这个弹劾的 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 是搞这个乌克兰的事情 根本就是杀倒的事情 所以这是无中生有 这个要陷害川普的事情 所以那个事情 跟现在的事情 是两个不同的性质 这个性质是立法权 完完全全遭受到冲击的事情 这个任何作为立法 作为这个国会议员的话 他都有责任出来 检讨这个事情 所以最后来讲 川普今天 有没有往下再走的 这个实力 要忘记他的这个推特 还有这个 还有六七千万 这问题还是要解决 这问题怎么去解决 跟着川普的这些人 是不会听另外一个人的 这个实发命令的 所以川普这一这么多的人 势必要找一个出口 这些人本身所代表的 这个基层的名愿 对于建制派 对于这个既得利益的 这种想法 这些人的这个怨气 是不会走的 所以川普在跟不在 或川普能不能当总统 这个问题 才是大家要面对的问题 那么谁能够来领导 或者是化解这些名愿 才是我们真的要探的 下一个目标 好 谢谢 那么这条说就是 是像这个一月份以来 这个新年开始之后 这个美国这个政治舞台上 出现很多的这种事件 包括这个1月6号 这个冲击国会的 一个暴力事件 那么其实这些 种种的纷争或多或少 都会跟这个2020年 这个11月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争议 有一定的关联 那么请您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就您的来观察来看 就是2020年的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跟过去的大选 有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一样 那么到底有没有出现 这个所谓的这种 舞弊的这个情况 我想说有本质上的差 就是点击程序上来讲 其实也并没有太大的 本质上的差异 当然最主要是因为 最近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 所以通讯投标的数字 增加很多 那因为社会确实分歧 蛮严重 这个分歧有很多原因造成的 本来美国社会就是蛮分歧 但是过去是老百姓分歧 但是精英分子基本还能够 偶尔还有这个 比如两党一致这种政策 或什么 现在连精英都是分裂的 包括媒体 就是现在的媒体都变成 不是那么大众 变成不是小众的 这样让社会 这种social media 这种的推波出烂 所以使得这个社会 变成一小群一小群 整个社会某种上被拉扯 所以在这样一个拉扯的情况下 然后两党强力动联 这次整个至少就选举的氛围上来讲 实际过去感觉上要激烈很多 当然也催生了很高的投票率 这次有大概66.7%的投票率 是非常非常高的投票率 那这里面当然最大的差异 当然是Trump 他是一个最大的变数了 那Trump在选前就一再宣告 这有可能会有步伐 特别通信投票可能会有造成步伐 那选后之后 选完之后 当然他也继续强调 确实这里面很多的大部分的舞弊 造成整个选举 包括选前选举过程 一直到最后计票结束 到最后参与的认账 这中间分扰无端 那这一点方面来当时跟逛面 过去是不一样的 因为过去基本上大家选举 虽然说选举很竞争很激烈 不过选完票决定了就决定了 那这次选举 选举基本上是在美国是属于州的事务 联邦只负的主要是政治现金这方面的东西 那既然很多州的一些选务单位都已经认证了选举的结果 那甚至很多州的主旗市人像是根本是共和党 那他们不过没有发现有很大的问题 那当然川普正义当时也提出了很多的诉讼 这些诉讼上也没有提出一些具体的市政 说有大规模舞弊的一些情势 当小的瑕疵绝对难免 任何选举都会发生 比如说有两三个死人去投票 这个都不可避免 但是就整体上来讲 如果说有大规模的舞弊 知道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说有这样的情形发生 好的 谢谢 那么魏先生就是 最近这几个月 特别是从投票之选举之后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分争争议 刚才我们也谈到 就是包括说选举舞弊 投票 还有到最后高潮 就是1月6号 这个大规模冲击这个国会这样一个暴力 这个比较恶性的一个事件 还有到这个目前这个特朗普总统 是遭到二次这个弹劾 那么可能整个事件还会在进一步的这个发酵 还有进一步的发展 那么您认为就这一系列的事件 会对美国这个政坛 包括这个政治气候 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 我当然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发展 我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 这是美国这个民主社会 一直不断地在evolving 在变化中的 这个变化中受到各个方面的资讯 各方面的这种政策 经济 科技各方面的变化 所以既然有变化 一定会产出各种不同的反应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政治这些反应 正在逐渐逐渐发生的中心当中 那么从川普所说 从本人所带出来的这个现象 包括底层的这个 底层对这个事情的这个害怕 底层这些 这些所谓这些 这个blue color这些 对未来的不知道 未来的害怕 因为工作的外流外包 全球化的影响 再加上这个准备因素 不要忘了 这个欧巴马上台 他作为一个黑人中 是两次经过全国的选举选出来的 所以你要说在美国这个过程 当中是不是有黑白歧视 这并不禁然如此 你给了这个黑人 这个非洲裔的总统 两次的这个职会 而且是多数的白人都愿意 投这个总统 而那相对来讲 你共和党人 你提出来这个人选 实在太弱了 你让大家看不到希望 可是呢 这过去八年中 这个欧巴马本身所做的这个事 特别在这个族裔方面所做的事情 他显然并没有做成 做得让大家如意 反而让这些白人 产生更多的心理感 更多的害怕 包括一些所谓的 漫陆陆续续 我们现在开始形成所看到的 所谓这个 这个cancel culture 这种东西慢慢慢慢出来 让这些白人的危机感 一直是存在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从工作也好 从文化认同也好 从宗教信仰也好 这个事情不断地在酝酿当中 这个事情必须要正视 必须要去解决 必须要去想出提出个办法 当然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希望能够透过 国会的立法来做 那么过去这么多年 国会都把这个事情 推到最高法院去了 包括从墨胎也好 从这个什么 像这个梦想声音 这些事情 比如在梦想声音来讲 你明明是立法的问题 是解决 用立法的方式 来解决一命的问题 但是不是 他把事情都推到行政单位 行政单位再推到 这个司法单位去 所以这都是 整个政客这边不负责 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事情 去引发出来的结果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所看到今天这个情况 川普所在 川普所做的事情 只是把这个民怨 把这个心灵激发出来 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看到不爽 他就直接讲 所以家喻叫你干嘛讲这个话呢 大家这个捂住就好 我们干嘛讲这个话 他就把这个话讲出来 把这个事情挑出来 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 他是一个 一个真正想要激化美国社会 让美国社会把这个笼挤出来 然后大家来讲办法 来去聊这个 聊这个商 让美国继续往前走的 一个真正的一个领导 好 谢谢魏先生 那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 请这个谢教授来点评一下 就是这个川普 和他对川普主义 会不会继续影响美国的政策 然后大概一句话 我想应该是会 因为川普只是代表一个现象 那这里面很多涉及到议题 这包括刚才卫生所提到的 那个因为美国基本上 是以欧洲移民为主体 这样一个基督教文明 还包括全局化的影响 好的 不好意思 由于时间的关系 只能打断这个谢教授了 我们非常感谢谢教授和 魏比丘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那么嘉宾 他本人是个人观点 都代表美国之音 我们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是林峰 祝您晚安 因为新冠状病毒疫情 加拿大关并了国境 禁止外国人入境 除非外国人要来探望直系的加拿大公民或居民 孟晚舟并不是加拿大的公民或居民 但加拿大政府基于人道考量 允许她的丈夫和孩子入境探望 孟晚舟还包下一家餐厅 与十几个人共同庆祝圣诞节 法庭上还提到 去年一次的法院联讯后 她认为有获释希望时 一架中国南航的飞机早被包下 随时准备接她回中国 温哥华的高端精品店 也都为她预留了专属空间 让她可以安心购物 这些特殊优惠令许多人感到吃惊 舆论抨击 特鲁多政府如此善待孟晚舟 却对拯救两个镇亚大人 康明凯和斯帕弗 无法起到任何作用 联邦保守党负责移民事务的国会议员丹桥 称这一个决定令人愤慨 两个加拿大人根本没有基本人权 他们只获得非常少的领事探访机会 连家人和律师都见不着 自由党政府没有作为 却只顾着为孟晚舟家人铺红地毯 迎接他们全家人来这里过圣诞 我想没有加拿大人会感到舒服 联邦外交部议会秘书奥利潘特说 一切都是依法进行的 移民局依法可以为在加拿大临时居住的 直系亲属团聚提供旅行豁免 入境也都遵循了卫生指导原则 我知道很多人感到生气 但加拿大是法治国家 我们不会因为讨厌一个人 就干扰我们该旅行的责任 不过联邦新民主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哈里斯说 移民部授权旅行豁免权的决定是自由裁量的 很多申请人都被拒绝过 总是看到很多人等了好几个月 也提出理由要来加拿大和家人团聚 最终可能还是被拒绝 孟晚舟家人入境的案件 绝对不是单纯移民官的决定 最终一定是特鲁多的内阁讨论后的政治考量 加拿大外交部称 有和中国达成协议 令两名加拿大人可以获得增加家庭和领事的探访权 但至今为止 加国的领事人员仍然只能一个月一次探访两人 而家人依然未能够到中国探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4号记者会上提到 中方办案部门应加方要求 从人道主义考量 同意康明凯斯帕弗 在圣诞期间分别与家人通了电话 但是当记者询问是否会让两人的家人到中国探访呢 赵立坚没有给予任何承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道 被澳大利亚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由封杀的中国建筑集团 原本计划动用三亿澳元收购澳大利亚地产建设商Troville 88%的股份 但Troville南非母公司其后证实 中建集团已撤回收购计划 澳大利亚本月起实施新版外国投资法 给予政府更大权力 评估及审查外资在敏感领域中所提的投资方案 甚至下令撤销有关项目 这次中建集团收购计划受挫 被视为当局打击中国国企并购行动的重要一环 悉尼科技大学学者冯崇义向本台表示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设有专门审查外国投资项目的委员会 估计中建集团是过不了委员会这一关 他说自由党国家党执政联盟和工党早有共识 涉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会涉及国家安全 不能掌控在外国人手里 这是国企来买了 将来这个公司它要去接国防的项目 基础设施方面的项目 你就没有理由不给它其他投标 它对中国国企买澳大利亚的任何一个项目 法律上它都有理由拒绝 因为中国国企它是一个把你定义成一个国家正常的营生 澳大利亚有分析认为 美国早前把中建集团列入与中国解放军有关的企业名单 不排除澳大利亚追随美国而拒绝这次收购 它本身就一个模糊的地带 这也引起澳大利亚在它做判断的时候 它可以把它定义成一个国防方面的企业 从他们的政治概念上讲 它就是有风险 它不批准就是规避风险 中国投资者的并购行为触发舆论反弹并非首次 2015年中资企业兰桥集团与澳大利亚北领地政府达成租赁权协议 兰桥一次性支付5亿多澳元资金取得达尔文港长达99年的经营权 兰桥当时声称 此举有助促进澳中贸易和旅游联系 但随着澳中关系恶化 当地的反对呼声越来越响亮 近年北领地自治区经济严重下行 政府经历财政困难 澳大利亚时评人黄斧竟相信 中资企业盯上达尔文港并非偶然 北领地政府在暂时得到利益增加了一些财政收入的情况下 常能源站对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利益的损害是不可几乎的 澳大利亚已经很明确的知道 中共罪温之意不在酒 它是希望能够把澳大利亚作为它一个资源能源的一个供应品 它的目的是要窃取澳大利亚的国防战略的重要的情报 在北京 中国外交部批评澳大利亚以国安为由进行政治干预 并促请澳方坚持开放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原则 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开放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分香港报道 听众朋友们好 英国国防参谋长尼克·卡特12月17日在出席活动时表示 英国军方当下的任务应是为下一个必要的战争做好准备 而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实现不战而去人之兵 他并指网络攻击不对称冲突和数字监控 自信的俄罗斯和中国给英国及其盟友带来的威胁和挑战 清单似乎很长 作为英军最高军事长官 卡特周四参加了英国皇家国防安全联合军种研究所的年度会议 并发表讲话 现年61岁 此前曾担任过英国陆军总参谋长的卡特 在讲话开始时称 我很高兴在自带研究所举办的年度圣诞讲座中发表演讲 尽管今年在一个荡荡的房间和临时建筑里举办一讲座 感觉有些奇怪 他说 但是今年是相当重要的一年 特别是上个月首相宣布增加241亿英镑的国防开支 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显著的增长 我认为它扭转了长期以来的军费下降趋势 在制定将于明年初公布的政府外交 防务安全和国际发展政策综合审查报告时 已经坚定的明确了这样做的理由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种新的外交政策姿态正在出现 它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马格尼兹法案和香港问题就是明显的例子 卡特说 当我去年发言时 我们中没有多少人会预测到新冠肺炎大流行 但是即使在我们受到它的打击之前 我们也会把战略背景描述为不确定复杂和动态的 决定性条件是长期的不稳定 他说 新冠肺炎大流行使所有这些问题更加突出 正如历史学家哈拉瑞 畅销书《人类简史》的作者 在危机开始时预言的那样 他暴露了一些严峻的选择 我们面临着两个特别重要的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在集权主义的监视和赋予公民权利之间 第二个选择是在民族主义孤立和全球团结之间 卡特说 缺乏全球团结和分担责任的情况有为突出 各国相互对立 许多联盟也正是如此 国际战略研究所最近指出 这一流行病加速了国际社会的原子化 是有一些国际和全球合作的例子 特别是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但总的来说多边全球体系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积极的团结各国 事实上在一些机构中 例如在世卫组织 它已被积极破坏 他说冠状病毒非常明显的揭示了全球竞争和冲突的性质 我们看到在危机的早期阶段 在争夺个人防护设备和呼吸机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国际行为 卡特说我们看到了混淆和破坏信任的错误信息 以及故意是公众新冠肺炎相关议题的辩论 两极化的虚假信息 俄罗斯出于经济和生育的目的 努力破坏牛津阿斯利康制药疫苗 将其视为猴子疫苗 这当然显示了对道德权威的重视 可以通过科学来说服他人 向你的意识形态势力范围靠拢 他去称我们也更清楚的看到 正在上映的是不断发展的数字大博弈 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 很可能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中最具影响力的内容 在线财经报纸日经亚洲观察到 中国最近推出的GPS替代品北斗导航 在全球195个首都城市中的165个城市中 提供了比美国软件更精准的覆盖范围 鉴于智能手机经济的大部分 都是为了兼容特别的定位服务而建立的 这与智慧城市内所需的所有其他服务 有着明显的联系 正如哈拉瑞所暗示的那样 极权主义牵控的可能性 卡德说 随着互联网面临风化的危险 中国试图正通过供应商和服务所依赖的数字基础设施 将大部分非富裕世界吸引到其势力范围内 定位服务只是一个方面 华为旨在富裕世界的5G领域被拒之门外 日经亚洲也表示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 成为数据跨界最多的国家 而金融时报最近报道称 中国利用其在联合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通过联合国机构国际电信联盟 制定了面部识别和监控技术的技术标准 中国标准2035项目计划发布后 或许也是一个信号 卡特补充说 对于哈拉瑞关于赋予公民权利的观点 许多所谓的民主国家 利用这一流行病目作为机会 以专制的方式加强其权力 这一点令人震惊 这种趋势甚至在病毒来袭之前 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根据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资料 民主衰退在过去5年中尤为严重 只是自1975年以来 第一个过渡到专制的国家 多余过渡到民主国家的5年 演讲中 卡特表示 我们今年看到的新冠疫情事件 提醒我们 我们的国家安全 我们的价值观 和我们的繁荣所面临的威胁 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和多元化 我们的专制对手 我用这个词是为了说明 这不一定只是指敌人 他们认为战略背景 是一场持续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 非军事和军事手段的使用 不受和平与战争之间的任何限制 这些政权认为 他们已经参与了一种激烈的冲突形式 这种冲突主要是政治性的 而不是军事性的 他们的政治战 战略旨在破坏凝聚力 削弱经济 政治和社会费源力 并在世界主要地区争夺战略优势 卡特说 他们的目标是不战而胜 通过破坏我们的意志力 利用低于促我们做出战争反应的攻击 来实现其目标 独裁对手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 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这些攻击 要想在不破坏我们想要保护的自由的情况下 击败他们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在属于我们的开放性下 暴露无遗 他说 信息的普及和技术的迅速发展 改变了战争和政治的特点 我们现在有了新的工具 技术和策略 可以用来破坏政治和社会的凝聚力 也有了更快的与收众建立联系的手段 信息现在已经名字化了 卡特说 我们的对手研究了我们的西方战争方式 找出了我们的弱点 并将自己的能力现代化 以针对这些弱点 过去30年的战役 是通过全球媒体网络进行的 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一场海湾战争 到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空袭 对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 遭受恐怖袭击的反应 以及在伊拉克 阿富汗和利比亚的战役 所有这些都被我们的对手 密切关注 他说他们看到空中力量 可以深入敌方领土 他们了解到 我们更喜欢从远处寻找和打击目标 他们也看到 这增加了我们对江人民 置于危险之中的天然厌恶 他们看到了伤亡财政成本 和时间长度 如何左右国内和公众舆论 以及这对确保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的影响 卡特分析指 所以他们学会了 如何提高自己的应变能力 以吸引打击 他们开发了防空物系统 剥夺了我们的行动自由 他们提高了海上海底能力 他们开发了远程导弹系统 他们整合电子战 成全的无人机 以数字方式连接到导弹系统 并利用这些来击败坦克 他们投资于太空和网络 认识到我们对全球定位 和数字化的重视 而在乌克兰和叙利亚 俄罗斯从实际情况出发 建立了战斗实验室 发展新战术 并对新一代士兵进行战术训练 而且他们将许多这些新系统 扩散给了他们的代理人 卡特说 西方国家的合法性 来自于他们对战争规则 惯例和写一定书的尊重 当我们将道德 伦理和价值观视为重心时 专制主义对手 则将其视为有吸引力的目标 法律战的概念 成为他们盘点的有用工具 现在法律战一词 砍盖了不同的含义 在这种情况下 当他出现在超限战 这本1999年 由两位解放军军官 弥写的一本关于军事战友的书时 他就进入了国家安全的范畴 他们用这个词来指称 一个国家利用合法化的国际机构 来达到战友目的 卡特说 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法律战也适用于 我们在最近的战役中 所遇到的挑战 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法律 道德和伦理框架 以便在我们的部队违法时 适当的追究他们的责任 同时确保他们有适当的行动自由 以抓住战场上转机而式的机会 我们还需要在与专制对手的竞争中获胜 为新兴和颠覆性技术 尤其是自主武器和网络技术 确定正确的法律和道德框架 但是也是一种威胁 我将再来谈谈 数字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监控的威胁 演讲中卡特说 我们的应对措施必须是战略性的 它必须整合所有国家的策略工具 包括意识形态 声誉 外交 金融 贸易政策和军事力量才能有效 因此政府的综合审查 具有贯穿各领域的重要性 同样令人鼓舞的是 最近发表的北约独立思考小组报告 建议扩大北约的参与范围 将财政 内政 基础设施和研究等部门的部长 包括在内 他说 接下来 作为一名军官 我想说 除了孙子所说的 最高的战争艺术是不战而去人之兵之外 我们也应该记住我们的克劳塞维兹的说的话 他写道 政治家和指挥官首先要做出的最高级别的影响力最深远的判断 就是他们着手从事战争的类型 既不将其误认为 也不试图将其变成与其性质不符的东西 这是所有战略问题中最至关重要的 也是最为复杂的 可他说 现在我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打仗 但是我们需要定义这场竞赛的性质 生理时会成为什么样子 然后匹配实现目标的方式方法 而我建议 控制他人的手段 主要是通过技术的应用才是问题的关键 因为对数字技术的控制 可以让我们的对手 接管我们的生活方式 想要捍卫他 很可能需要在地面势力之外 先离一个另类的数字势力范围 他说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催化剂 有点像乔治凯南的长电报 他在电报中指出 1946年与苏联的和平共处不太可能成功 这导致了杜鲁门提出的遏制理论 并在整个冷战期间 为美国和西方的战略提供了基础 卡特说 也许上个月 北约独立反思小组的重要报告中 关于中国的内容 可以激发我们的思考 北约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 政治资源和行动 来应对中国带来的安全挑战 基于对中国国家能力经济实力 和中国领导人所宣称的意识形态目标的评估 联盟需要制定一项政治战略 以应对到2030年 中国将越来越重要的世界 联盟应将中国挑战贯穿于现有结构中 并考虑建立一个协商机制 探讨盟国对华安全利益的所有方面 联盟必须扩大努力 评估中国技术发展的影响 并监测和抵御 任何可能影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负责任区域集体防务 军事准备或复活力的中方活动 在对其眼中 英国和盟友所应采取的策略进行介绍后 卡特最后指出 正如我以前所说 我们正处于一个惊人的变化时期 比人类在世界大战之外 所经历的更广泛 更深刻和更迅速 而且比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还要持续 而且步伐永远则加快 我们的基本和长期持有的假设 每天都在被打破 现代化只能让我们走得更远 我们需要是在作战方式 经营方式 人才培养方式 装备构置方式 支援方式等方面 有一个步骤的安排 这需要转型 他最后说道 我们将使一些人感到惊讶 或许也会让他们感到失望 因为他们期望 我们现在像过去有事一样 准备打上一个时代的战争 相反 我们要面对的是下个时代的战争 我们要武装训练和装备自己 以便在必要时进行战斗 但如果可能的话 要让我们的未来对手相信 这场游戏不值得一试 新疆政府涉嫌强迫劳动 并把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 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 外交大臣拉布发表回应声明 会公布一系列措施 包括扩大现代奴役法 限制维吾尔穆斯林受强迫劳动生产的货品进口 并考虑对违反规定的公司加重罚款 并加设必要审计准则 要求公司确保供应链中不涉及强迫劳动产品 根据报道 英国政府也正研究 对可能用于生产的英国货品和技术 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 有关方案获得多名资深保守党官员支持 在英国居住的维吾尔族人安华托地 对有关计划表示欢迎 但质疑实际效果 美国国会众议院去年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 限制从中国进口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 受影响的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大部分输美棉花制品 以及番茄等产品 议案或参议院表决通过后会送交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台湾中亚学会伊斯兰问题专家释剑宇表示 美英的行动如箭在弦 迫使北京要迅速回应 参议院会不会再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改 甚至一月中美国新的政府上台之后 会怎么样跟中国进行谈判跟剖协 这都是未来两三个月可能马上会进行的事情 如果中国没有办法做出很快的改变的话 那这个可能就会付诸实践 他说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一旦通过影响深远 美国基本的策略他不是他自己在进行制裁 他会联合他的盟友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我想欧洲在这一方面他也没有办法完全不理英美的作为 因为这个已经是一个两三年以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那这个会给中国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亚洲部研究员王松莲担心 目前的审查机制未必有足够震慑力 整个地区都是在严重的人权的侵犯的状况之中 当局呢有好多严格的限制 限制着各种形式的独立的调查 有好多这些平时在国内做这些提供第三方独立的审查的公司呢 他们都已经是公开的说明他们不会在新疆这个地区做这样的 尤其是棉花有关城里有关方面的合照 他说有证据显示强制劳动并不仅仅限于新疆 要堵塞漏洞困难重重 强迫参与劳动的那个这个情况呢 是不限制于新疆也有不少的维俄人呢 是被集中输去这个新疆以外的中国的身份 分布到全国各地不同的工厂那里 那当然呢 其他国家就是可以制裁 甚至是堵截这一些公司的产品 但是同时很难去堵塞这个漏洞 就是说这些公司可能是以其他的渠道去转口去其他的国家 中国政府多次否认强迫维吾尔人劳动 并指责反华势力 把新疆政策污名化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赵峰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 遭下毒摸害幸而得救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宣布 将在这个先期天重返他的祖国 不怕再次摸害勇气客家 但是俄罗斯监约当局周四已经宣布 如果纳瓦尼周日进入俄罗斯 他将立即被逮捕 俄网指控他 违反了之前规定的兼外执行的缓刑 纳瓦尼揭露说 这是克里姆林宫威胁他回国的伎俩 星期三 纳瓦尼对媒体宣布 这个先接天重返俄罗斯 他明明知道俄罗斯当局不断的发出 一旦他回国 他会冒着被重新投入监狱的威胁 但是纳瓦尼认为 这些威胁都是俄罗斯当局阻止他回去的手段 为了把我从俄罗斯插去 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 对普京而言 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不要反国 法国世界报评论 纳瓦尼重返俄罗斯 一是对普京的挑战 二是给欧盟上了一堂客 俄罗斯另一位反对派人物 前石油大亨米哈伊尔 霍多尔科夫斯基 懂得纳瓦尔反国意味着什么 他13日发推赞叹他的决定 很棒 但是很有危险 为了打开俄罗斯封闭的政治体制 沃多尔科夫斯基曾被俄罗斯监狱囚囚禁十年 最后在同一流亡条件下 与2013年获释 如今他生活在欧盟 与祖国的联系全被切断 这正是纳瓦尼要避免的命运 在毒品勿杀中幸存下来 俄罗斯政体的一号敌人 不会越来一直在柏林治疗 在逃离了死亡之后 纳瓦尼准备重新回国战斗 1月17号乘坐一架廉价航班回国 与普京政体对抗 航班名字波贝达 俄语义为胜利 这为他向普京挑战增加了一层新的意味 纳瓦尼在社交网络 向他的支持者发出呼唤 我们在俄国相会 那么他乘坐的这趟班机 星期日晚上进入俄罗斯后 飞机在莫斯科机场停降后 会发生什么 纳瓦尼很可能在妻子陪同下 周围可能会出现一大穷记者 但是俄罗斯当局可能会选择逮捕他 为了阻挡这位很有威信的反对党领袖 返回俄国 俄国当局已经威胁将废除针对他的缓行 借口说他没有按照规定时间 于12月30日去警察局报道 世界报评论说 把纳瓦尼再次投入监狱 其实就是一种承认这位反对派领袖 已经对普京构成了威胁的方式 普京政权曾经试图毁灭他 但是普京总统一直予以否认 否认的同时 多少有点无耻地宣称 如果俄罗斯情报机构 真的想暗害纳瓦尼 他们肯定早已成功 根据调查新闻网站 Bellingart的记者们出色的揭露 俄罗斯特工 话物专家参与那场针对 纳瓦尼的谋杀行动的细节 真相大白 纳瓦尼本人也参与了调查 他竟然在12月份成功地录制了 与其中一位参与谋杀行动的 特工的电话对话 对方相信对话者是他的同事 交代了如何组织 谋杀纳瓦尼的细节 当局对羞辱的程度可想而知 世界报认为 纳瓦尼不怕牺牲生命和自由 向年内应举行立法选举的普京政权 提出了真正的挑战 重返俄罗斯 纳瓦尼显示出无所畏惧 无法合法的行程 可轮流执政的反对派 他准备好纯心扮演 揭露官场贪腐的角色 通过此举 他将使得所有的美光灯 重新聚焦普京政体的缺陷和黑暗 普京所做的事 就是全力进行修宪 使得自己可以执政 一直到2036年 为此 普京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需要毒死政治论证 纳瓦尼重返俄罗斯 同样是对欧盟的一个挑战 也将是对即将登台执政的 拜登政府的一个挑战 欧盟接待了纳瓦尼 但是欧盟出来采取一些 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整体上无能为力 不仅对俄罗斯 对白俄罗斯也如此 在白俄罗斯对反对派的镇压 仍在继续 在世界报看来 欧盟至少可以做的事 一方面不要有任何 针对普京的退让 另一方面帮助当地的民间社会 获得更多的外界信息 设法组织更多的培训 促使俄罗斯社会更加开放 各位听众 以上您听到的是 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感谢苏根亚和Mathieu的技术合作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